往往反对党 可以说在宣传方面最有效的就是 我这些马华佬不是要当官的吗 只要国政执政他们都有官位做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就是做出这样的决定 如果我们不能够得到显民的支持 在来界的大选 我们就不入格 显民有选政的 什么叫做威胁 这个不是威胁的 我们要告诉很清楚 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单关 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 那么我们没有那个尊严 那么我们到那一刻去 我们认为我们讲话也没有用 马华今天有这样的勇气 来面对华社